霹雳这名寻掌知法犯法 企图威胁一名男子 甚至晾出手铐 要对方屈服为眼下 行径猖狂 32岁的穆罕默法医莎和罗里斯基友人 27岁的穆罕默阿兹祖 今早在以保地庭面控 根据控状 两人2014年3月20号晚上7点 在斯里伊斯干达城 用手铐恐吓一名乌衣男子法医莎 还动言要押他回警局 以处刑事法典384勒索条文 并在三四同谋条文下同图 两人否认有罪 获准以每人13000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下个月9号过堂 因为一场车祸 两名男子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更成为网络疯传影片 其中一人还因此吃官司 这起意外发生在上个星期四 中午12点45分 27岁法律系学生辛兰兴 和49岁男子穆罕默卡米尔的轿车 在文良港云顶级冷路碰撞 两人在繁忙路上起争执 还差点发生肢体冲突 就在火药味十足的当儿 法律系学生决定离开 他驾驶的白色轿车突然倒退 撞上对方的车后 再逃离现场 新兰兴今天面控 面对刑事法点427蓄意迫害条文 一旦罪诚可判最高坐牢5年 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被告失口否认有罪 或准以2000令吉把外候审 按定下个月9号过堂 二人 第一眼 一乐旅 四人 三人 三人 四人